台湾欢迎美专闻的欢迎讨厌 就能关注文中听话 HOMEGODOM台中听别 这视频内 好不容易介绍 扫文热口眼 正直送听别人 这个不能直接翻译成越南语的字 就是 耍废 它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 必须要看使用的情境 才能知道这个字是用来骂人 或者是开玩笑 你周末都在家干嘛啊? 还能干嘛啊? 滑手机,打游戏,看电视,睡觉咯 你整个周末都在家耍废哦? 这不叫耍废 这个叫做认真防疫 懂不懂? 大家都知道 经营好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尤其是出了社会之后 如果没有经营好自己和家人 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 有可能在做很多事情时 你都会碰壁 所以有广阔的人脉非常重要 脉是马,更拉的意思 我们用这两个字来比喻 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就像网路一样 如果你认识的朋友越多 你的网路就越大 我们来看看例句吧 他的人迈很广 各个行业的人他都有认识 诶,听说啊,你人迈很广 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吧 好啊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啊? 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有没有啊? 当然有啊 真的吗? 是做什么工作? 做梦 当你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里 你家人是不是会叫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必须要打电话回去说 或是你跟你的朋友 男女朋友出去玩 结束的时候 会叫对方到家 要打电话或传简讯说 这个行为在中文就叫做 报平安 意思就是 打电话或者是传讯息 告诉你的亲人 朋友 你目前是安全的 这么晚了 你回家小心一点哦 到家 记得打通电话给我 报平安 好哦 谢谢你 你认真贴心 那我先走咯 拜拜 打电话跟他报平安吧 你有没有曾经遇过一个人 就是你还没说你想要什么 或是你想要做什么 他都能在你说出来之前 就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 例如 你已经交往十年的男朋友 只要看到你皱眉头 就知道你在生气了 或是跟你工作多年的同事 只要看到你脸很臭 就知道你又被老板骂了 这种心灵相通 不用特别说出口 就能够配合好的能力 就叫做 默契 例如 这支球队的默契非常好 好像大家都知道 彼此心里在想什么一样 把桌子上的湿纸巾拿给我一下 接着 干嘛用丢的啦 我以为你知道我要用丢的 真没默契 刚刚我们有学到一个字 报平安 现在我们要来学学 另一件男女朋友都会做的事情 如果你有男女朋友的话 你会不会要求他 不管去哪里 或是跟谁出去时 都要先跟你说 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种行为就叫做 报备 这个字也可以用在别的情况 例如 当你突然要做一件重大 紧急的决定之前 先跟重要的人报告 像是 工作上 客户突然要找你出去喝咖啡 谈事情 这个时候 你就要先跟上司 和你的同事们 报备 让他们知道 你离开公司的原因 小美 我晚上想去阿明家打电动 先跟你报备一下 太好了 因为晚上我也要去同学家玩 所以 先跟你报备一下 你要去哪个同学家 我要去一个很帅的男同学家玩 他要请我喝酒 算了 我今天晚上 还是留在家里陪你好了 接下来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 当你生日 或是有值得庆祝的事情发生时 是不是大家都会想吃一顿 丰盛、美味的饭呢? 这时候 我们就会用 大餐 来形容那一顿丰盛的饭 例如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要和我家人去吃 大餐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圣诞节吗?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忘了吗? 哦 我当然没有忘记啊 我已经准备好 带你去吃大餐了 真的吗? 吃什么? 我准备带你去吃 麦当劳 你觉得男女朋友交往时 是不是应该随时 报备呢? 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 如果你也想知道 哪些越南语 很难翻译成中文 记得到这几支影片 来看看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